南逃草屯镇的形象商圈又传出有歧视摔去了意外 当地的压花地板只要一遇到下雨就会变得非常湿滑 这个月初已经有六台机车惨摔 26号一场午后雷震雨又有一名富人摔伤 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附近热心店家赶紧拿伞替他遮雨 而县府公务处表示 最快在礼拜五就会定案改善的方式 富人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另一旁的店家也赶紧拿出大伞来帮忙遮雨 原来26号下午一场午后雷震雨 让南投草屯镇的形象商圈 地面变得又湿又滑 导致富人摔车受伤 从这边就摔倒了 他可能是起在这边的时候就倒了 重回事发现场 这里地面不久前才重铺 新的压花地面摩擦力小 下雨天更加湿滑 导致这个月初已经有六台机车接连摔车 不过县府公务处也表示 原本已经规划要重铺薄油路 但有部分居民认为彩色沥青 对商圈的美化才有帮助 导致一再延迟 大概七月初的协调会商圈 还是有八成的商圈店家 还是不想去做传统的道路的沥青 那业务单位会 迅速地把这个方案来定案 最快我们可能礼拜五 来做一个改善 公务处承诺最快周五 会定案改善方式 希望能和店家达成协议 兼顾商圈形象和行车安全 避免再有歧视摔伤 记者曾卢成南投报导